所以大家也說這是急了還是怪了呢 你怪來怪去 怪東怪西 但是真結點 大家要罷免的是謝國良 為什麼要牽托到其他人呢 好 我們請教一下益川哥 今天林豪怎麼說呢 他說這是民進黨的黑手 深入惡意罷免 再加上林宥昌給基隆市 留下五大爛攤子 國民黨會全面迎戰 那另外他說這一次 也會出來幫忙連署 惡意罷免的民進黨地方明代 還有這個基隆市議長 童之偉都在過程當中三封點我 我們會一起罷免掉 哇 遍地開花喔 今天林豪說的對頭搞不好的邏輯 我真的都聽不懂 其實林豪很少講話沒邏輯 今天就完全曝露他講話沒邏輯 我第一次說 他說林宥昌是白蘭秘書長 你知道林宥昌做民進黨 秘書長做多久 做多久 做三個禮拜 他說林宥昌沒報 他才剛上任三個禮拜 三個亂說 然後他說林宥昌有什麼 五大什麼爛攤子怎麼樣 謝國良這基隆市長多久 做一年半 謝國良做一年半 難道這一年半你口中講到那個爛攤子 這一年半你們束手無策嗎 束手無策 你都完全不知道怎麼處理 基隆轉運站要交給林宥昌 工程剩下百分之一 謝國良上任的時候 還說隔年的二三月就好了 再來 再拖一年過了 拖一年過了 到下個月 翌日七月一號才會開始使用 也是在你謝國良任內 你發到百分之九十九萬 公司剩下百分之一 你我就拖一年完 謝國良不怪你會去用把面 今天林涛說什麼 林涛說 如果要這樣 我們就來罷免童子委 林涛你要確定 林涛你要確定 你就基隆火車頭都沒聽聽 哥哥路車路都沒聽聽 童子委是基隆 童子委議長在基隆 大家對他的風評怎麼樣 你確定你要罷免童子委 你確定你再講一遍 你再講一遍 確定國民黨要來罷免童子委 我是提醒你你要確定 而且這件事 通知委完全無關 通知委就只是一個議長 你去罷免他 然後整個黨的林涛跟我講 整個黨都要折下去 都要去押這個謝國良這個人 那你們也要確定 因為這個什麼 許小新說他們五十四個 還加三十幾個議員 總共八十幾個大軍押政 你有沒有問過基隆人 你沒有問過謝國良 謝國良確定要八十幾個名義代表 全部折下去基隆 然後確定八十幾個要進去罷免通知委 林涛利都要確定 我不知道林涛今天哪來的勇氣 哪來的勇氣 然後謝國良願意嗎 謝國良現在最好 謝國良現在台東應該是最好點點 因為現在就是這個罷良或拆良這個小組 他們現在就是那個累積的分數希望一直往上累積 你這樣一直說 累積的分數會往上 你如果經常累積的分數就不太會再往上翹了 結果你們這樣子弄的結果 我問你嘛 你們去罵林涛昌 我問你罵林涛昌罵完之後 連署書會有人拿回來是不是 我現在去罵 這簽罵也糾掉了 罵林涛昌 整個罵林涛昌罵罵之後說 這樣又不要罷免謝國良 會這樣嗎 當然不會嘛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是要罷 你的國民黨你要防止大家去連署罷免謝國良 不是 你們現在做的策略 就是不斷的去罵林涛昌 然後讓大家去比較 謝國良已經做 林涛昌跟謝國良 林涛昌已經做一年半了 基隆市的光榮感在哪裡 你再激起大家這樣的鬥志 就讓更多人在接下來的幾天 趕快保去連署 好 所以請到小方姐 那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像剛剛益川哥都說了 那林涛昌你已經做 這個謝國良你已經做了那麼久了 那你現在國民黨感覺起來 應該要低調一點 怎麼到處放火呢 山峰點火 扯到林涛昌 扯到童子尾 你看林涛昌之前發言人就說了 上任一年半你還在炒冷飯 那像是原資也會說 他還沒有上任那麼久了 再給他一點時間 是不是要再給謝國良一點時間呢 還是你這樣一直勘托 會讓大家覺得更加不會送呢 還要給謝國良時間多久 因為謝國良已經上任了一年半 我現在給各位看的是 在2022年的時候 基隆的城市博覽會 你看到的基隆 這是基隆的正兵漁港 我用照片的方式給大家呈現 當天晚上你看到 基隆的正兵漁港有多美 你看光影投射在基隆正兵漁港 基隆人看到了以後 基隆人覺得非常有光榮感 基隆人都會邀請所有全台灣各地的人 來 趕快來我們 看看我們基隆變得有多漂亮 可是現在的基隆到底變成怎麼樣 我不曉得 這個各位有沒有看到 現在基隆的這個名產叫做人工草皮 因為整個基隆市裡面 路邊鋪人工草皮 建這個工地掛著人工草皮 甚至於還有屋頂 你都看到有人工草皮 所以我要問謝國良 在過去的一年半 你到底為基隆做了什麼事情 我也要同樣的問題 也要問問林涛啊 你認為林又昌很不好 你這是一個頭痛 你罵林又昌 這簡直是頭痛一腳的一個做法 你看看現在基隆 到處鋪的是人工草皮 跟過去基隆 感覺起來是很光榮的 是很漂亮的 是看到古蹟已經重生了 是看到國門打開了 現在國門廣場不見了 現在基隆的那個轉運站 到目前為止 你都還沒有辦法營運 到底是誰讓基隆 在原地踏步 甚至於海盜水 而且我就想說 如果你們覺得林又昌很不好的話 你們那個時候應該發動罷免林又昌 那為什麼現在那麼多的 國民黨的縣市首長 那為什麼偏偏就是謝國良中標呢 是 那所以我覺得今天早上 林涛的記者會 如果各位有仔細去看的話 他講了幾個重點 他講了 他說 尊重民主機制 第二階段的連署並不順利 你知道他講了第二階段的連署 並不順利講了幾次嗎 他講了三次的連署 並不順利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林涛自己也急啦 他除了要怪就要告訴大家 連署不順利啦 我們謝國良現在還很安全啦 然後第二就是要怪你們民進黨啦 都是你們民進黨在背後煽風點火 不是公民團體啊 一直在宣撐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多少次了 這是公民團體 因為公民團體就是被你們的警察 不斷地騷擾 因為你們不停地是找這個環保署 人家剛洗好地 你們又派人去洗地 所以有越來越多的基隆的公民 他們其實受不了 然後你現在林涛 你的記者會 你出來 你告訴大家說二階段不順利 你不順利 你應該要偷樂在心裡啊 偷樂著 但是他不是 他急了 然後他在怪說 都是你們民進黨 所以呢 如果說第二階段成功的話 那你不邏輯是有點錯亂嗎 如果第二階段的罷免 如果順利連署通過的話 你們要去罷免同志偉 好啊 那我們就真的是要看遍地烽火 我最後還想講一句啦 林涛 你腦子有沒有帶啊 今天不是朱立倫叫你去說話 今天是徐巧鑫叫你去說話 徐巧鑫是現在國民黨的總舵主 昨天叫國民黨要全部撩下去 所以你是說大家都是聽徐巧鑫的嗎 對 現在徐巧鑫是總舵主 徐巧鑫是黨主席就對了 所以朱立倫你講什麼都已經沒有用了 那徐巧鑫講話才有用嗎 所以讓現在的謝國良 如果真的二階段通過的話 他心裡面最要感謝的應該是徐巧鑫 因為是徐巧鑫害他的 好 不過朱立倫他還是有存在感 因為他今天說要去基隆宣講 要來幫助這個謝國良 但我們也要請教一下仁俊哥 因為現在呢 好 昨天這個徐巧鑫一講完之後 今天大家都跳出來了 朱立倫今天力挺謝國良說什麼呢 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然後他也幫謝國良講話 他說謝國良是幫基隆市民 找回失去的市產 過程當中因為得罪了特定利益人士 跟民進黨的好朋友 但謝國良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那如果真的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為什麼會搞成現在這樣子呢 而且如果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事實上就不要怕 那所以現在 因為其實這個公民連署的活動 基本上現在已經號稱 有達到三萬人左右 他們希望能夠衝到三萬五千份 那這三萬人你們都搞錯了 謝國良沒有對不起你們 那為什麼要出來 你覺得他們可以接受這種解釋嗎 還這三萬人是民進黨可以動員出來的 只是因為這些人都是民進黨的朋友 我特別查了一下民進黨在基隆市的黨員 大概好像也不到兩千人 上一次做這個黨部主委投票的時候 符合投票的人 那個人的資格也不過就一千七百多人 那所以兩千人跟三萬人中間 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不好意思你們現在都已經被抹成 叫做民進黨的朋友 只因為你連署了謝國良的罷免書 就回來看 就是說其實老實講 謝國良有沒有試圖要去幫基隆市民 爭取福利 爭取他認為就是說 該幫基隆市民做的 也不能說沒有 電動機車就是這樣 我相信有 不然他那個時候也不會選上 那只是期待值不太一樣 就是市民一定有肯定謝國良的政見 不然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他憑什麼人家當選 對不對 那重點不是他當選 因為當選當然對他是個肯定 但當選之後的作為 是不是能夠讓大家繼續認同 或者你還是走在這個基隆市民 覺得應該走的正確的道路之上 這個是謝國良在擔任市長 或任何一個縣市首長 必須去說服市民的 今天朱立倫講說 這個謝國良都秉持著愛與和平 很少聽到這種形容詞 去形容一個縣市首長 因為這時候應該要講的叫做政績 那愛與和平這件事情 如果在東岸商場這件事上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愛與和平 這兩個形容詞 你看到的是半夜突然不知道警察 莫名其妙就出現在這個地方 而且還穿著制服 可能大家都一起睡不著 然後就覺得我們來一個制服趴 然後就走到那個地方 剛好這個地方好像門有打開 沒打開也沒關係 我們就給他進去看看 但也不會這樣嘛 所以後來其實到了地檢署的時候 這個案子其實已經確定了 是從他自然進入到政治案的調查嘛 那這個其實是 那國民黨要不要談一下這件事 國民黨從頭到尾 在這件事情上沒有碰觸喔 他是正式進入到司法程序調查裡面 國民黨不碰 今天用一個大帽子說 因為謝國良 因為他拿回了試產 你拿回試產沒有問題 我想這件 尤其因為我在講 他講的那個試產 就是所謂的東岸商場這件事情 可是東岸商場這件事情 你看在移交或者什麼過程 這個因為已經討論過非常多 我想是觀眾朋友搞不好有些人都已經 那除了這個試產之外 還有其他的試產啊 讓大家比較不可惜 而且重點在於是 這個試產是基隆市政府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只要是確定的沒有疑義 而是你怎麼把他拿回來的過程 跟他的手段嘛 那這個東西 你今天把他 一併把他簡化成就是說 他有沒有做錯事 他今天就是這樣 他礙於和平 就是因為得罪了 然後甚至他去指控說 你拿你因為擋到了少數人的利益 講清楚嘛 做一個政黨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沒有做政黨的人 我們都不可以隨便講說 我告訴你啊 他就是拿到了誰 我如果今天講說國民黨做什麼事情 其實在圖利特定人 或特定某些官員 國民黨不會有意見嗎 那你們的黨主席居然用這個方式出來講說 因為就是有特定的人 少數的人怎麼樣這樣 這樣可以幫上忙嗎 這樣可以幫上謝國良的忙嗎 你就繼續講嘛 他今天晚上還要講啊 就讓他講啊 就讓他如果講這個有用 你就讓他講 因為老實講 你要反罷免 不見得你可以想辦法叫這些人撤罷免 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鼓勵大家出來啊 那用那個用反對的方式啊 讓他的門檻沒辦法達過勝過你嘛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動員啊 但是我就講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整體對於謝國良來講 他其實最大的困境喔 來自於是國民黨現在開始突然要全黨救議人 對 但是這種所謂全黨救議人的這種做法 其實對謝國良有多少實質的幫助 我說真的很多是吃麵在發燒的你知道嗎 如果有一些喊這些話的人 他自己本身仇恨值也沒有比較低的時候 你說台北徐小姐 我講就是說你到底幫助了些什麼嘛 所以那如果今天要戰 要戰也不是今天旁邊的人喊戰啊 謝國良自己出來戰啊 你是當事人嘛 今天國民黨的人又出來嗆聲說 那個什麼同職委是不是 我也覺得他很衰你知道嗎 上次國民黨中那個基隆市黨部玩過一次了嘛 那時候不是說要罷免誰誰誰誰 要說好啊要戰就來啊 我們把那個民進黨的基隆市議員 我們大家一起來罷免啊 後來怎麼收場的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就撤了嘛 那時候和解了不是嗎 還說什麼破冰啊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童子委 其實在這一次的第一階段 那時候還蠻幫謝國良的啊 所以我就講嘛 因為國民黨現在黑白亂打你知道嗎 你現在在你話修講說 林涛也不是不明事理的 自己也是本是市議員嘛 你把戰場拉高到就是說 試圖把它變成叫做政治上的政黨對立 他可能希望催促那個所謂的支持謝國良的人出來 去投下說反對罷免票 可是我就講啊 拉高到政黨政治對立的這個程式 甚至把其他不相干的全部一起拉進來說 你看我有 那就跟國民黨現在去威脅那個大法官說 沒關係啊 你們這個怎麼才是你們的事情 不要忘記這是預算會期 我們有預算 我們有人事權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這種手段有什麼不一樣嘛 好 所以是不是用威脅用恐嚇呢 但我們要請教阿苗 因為看起來呢 就是許小新一聲令下 大家都跟著衝啊 朱宇倫衝啊 林涛衝啊 整個國民黨跟著衝啊 但你看剛剛說什麼呢 林涛衝目前已經到第二階段連署的末期了 如果確定成案的話呢 民進黨的黑手呢 就是這樣深入惡意罷免的啦 所以呢 國民黨全面迎戰非常高度 可能會來罷免同職委 那剛剛朱宇倫就說啦 得罪了特定利益人士跟民進黨的朋友 到底得罪了誰呢 這個烤肉的時候 你要架烤肉架 他一定只有一邊的話是架不起來 你要有兩邊這個架子才會架起來 下面才能生活 那所以謝國良現在呢 他就遭遇到就是說 公民團體要罷免他 先把烤肉架的一邊架起來 啊現在另外一邊是誰要來架 不是民進黨 國民黨 是林涛朱立倫徐巧新 會幫謝國良把烤肉架的另外一邊架起來 還有人帶扇子嗎 會不會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現在看起來呢 昨天徐巧新已經發動員令 他就是說 這個所有的立委 縣市首長 應該都要去基隆幫謝國良 那今天呢 朱立倫就接受徐巧新的指揮 要去基隆 要幫謝國良呢 對不對 但是這個幫 到底是幫忙 還是越幫越忙 我就講一件事情 謝國良今天遇到的困境 是誰造成的 除了他自己 施政上有不當 包括說那個導火線 找人去把這個商場破門之後 還開了一個奇怪的直播 看起來神智不是很清醒 講一些奇怪的話 這個一開始延燒嘛 後來其實熱度有下降 但是為什麼現在熱度有起來 因為國民黨的業力 國民黨在立法院不去出嘛 那國民黨在立法院搞這個 帶頭的黃復興很難被罷免 這時候怎麼辦呢 大家的眼光就看到說 這裡有一個罷免案 國民黨的謝國良 所以國民黨他現在的業力引爆 是引爆在謝國良身上 那我現在在看說國民黨到底要怎麼救他 所謂的救他 應該是要讓他做出成績才能救他 對不對 打熱戰不是救他 大家還記得當初韓國瑜要被罷免的時候 國民黨是不是也大家都去挺他 挺韓 一定不能讓韓國瑜被罷免 結果投出來結果是什麼 因為知名度真的太高了 所以罷免的票比當選票還多 那本來謝國良他的一線生機是在於 忍處理嘛 因為要罷免縣市首長真的很難 我坦白講真的很難 你看現在第二階段 昨天公民團體來說還差兩三千份 你看光是連署都這麼難 因為謝國良他還沒有全國的知名度 也還沒有全國的仇恨值 雖然他基隆市的施政 確實有施當的地方 但是畢竟他做第一任的時候 他家族在基隆還有一些勢力嘛 但是國民黨現在一熱戰 我覺得謝國良反而危險 因為他的施政成績很難經得起檢驗 對不對 包括剛剛他講說 他在基隆到底做出什麼成績 盜幕學一直沒看到啊 朱立倫說謝國良把基隆改頭換面 是指說他把東岸商場變消失 不能營業改頭換面還是怎麼樣嗎 就是謝國良他在基隆到目前為止 沒有什麼讓人眼睛一亮 反而是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不斷的吐嘴 之前有講過說他在露天的這邊 鋪這個草皮還要放沙發 就被嘲笑說 基隆明明天天都在下雨的時候 你要放沙發要幹什麼 然後買公車 也被基隆市議員質詢說 為什麼你要買中古的公車 為什麼你要買二手的公車 裡面有新的為什麼不去買 然後呢那個狗狗樓的政見 現在變成他最大的跳票 這些種種的東西累加下來 大家基隆市民會覺得 朱立倫你這個外地人來基隆講 改頭換面到底改在哪裡 說不定本來很多人還不知道 謝國良被罷免看到朱立倫來知道了 他就問說這罷免要在哪裡去簽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徐曉星要幫謝國良 把這烤肉架另外一邊架上來 把這下面天柴火的空間都清出來了 我不知道 因為只剩下兩天耶 第二階段就要結束了 是不是因為徐曉星覺得說 公民的怒氣要找個出口 與其出在徐曉星身上 倒不如出在謝國良 可是如果謝國良這罷免正義成功的話 國民黨會不會就垮了 因為只要成功 徐曉星就有戰場了 對 徐曉星那個五十四加 所以他是踩著謝國良另闢戰場 如果連署沒成功的話 徐曉星就沒了 然後所以這一次如果連署成功 林濤就是有工人員 就是林濤就是最大工程 在最後一刻衝出來 湘庭然後謝國良的罷免 這個第二階段通過 林濤就是有工 那不就每個人都為了自己嗎 對